关于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七个小花絮 第一,这是一部拼盘电影 一共有五个小故事 第一单元,天上掉下个UFO 被称为变异版唐人街探案 因为导演还是陈思辰 主演是刘浩然、王宝强 剧中的角色依然叫小琴和老唐 第二单元,北京好人 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小故事 《北京你好》 还是宁浩指导 还是葛优主演 依然还是张北京这个角色 第三单元,神笔马亮 由开心麻花团队包办 沈腾玛丽继夏洛特烦恼之后再次出演 他们俩不说话 观众看到也就想笑了 第四单元,最后一刻 范伟张义主演 导演徐珍 92年人教班 四年级巧学科本 用一下 我说是要开会哦 是啊 集合着嘛 对你的神秘女 你的灵和你的手 马上跟我走 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 恢复出来一堂课 来帮助一下范老师解决问题嘛 我们也恢复到七八岁了呀 对呀 92年还没有我呀 第五单元 邓超和于白梅指导 邓超自己主演 再加上演衣无精 邓超演正剧还不错 但是演喜剧总觉得有点尴尬 这次他会演的怎么样呢 请请铁在行我我上 爱人居住爱人家 神来居住 请您最好入座 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作为主旋律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采用的是和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一样的制作模式 一大把名导演加上一大堆名演员 不同的是 我和我的祖国是以时间线为续 我和我的家乡则是以空间为轴 五个故事单元分别讲的是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的家乡故事 第二 演员阵容堪称强大 中国喜剧演员的梦之队也几乎全线出现在电影中 大家好我是晓月 绕远单 大家好我是邓超 大家好我是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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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范伟 我们爱的舍 我们愛的舍 所以我爱的舍 很厉害 浓 不过这么多的演员 网络上观众评分最高的 还是范伟和小演员韩浩玲 范伟在徐珍导演 而韩浩玲和范伟合作 饰演的是学生江晓风 今年11岁的韩浩玲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包括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 《九妈》《庆余年》 小小年纪就提名多项大奖 我们星光复读机也有韩浩玲的专辑节目 介绍过这个小细巾 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上方的链接 看韩浩玲的故事 我觉得韩浩玲同学说的 那个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是对的 我必须要做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这样才能为国家 这样才能做一个很有用的人 好 知道了 这一幕好妙啊 浩玲同学你要不要回应一下他 上来抱歉我吧 来 孩子 两个这个国家的栋梁 来 膝盖的问题身高线 第三 一个故事一个导演 这部影片也是导演功力的一次比较 虽然有主旋律命题在前 但是导演们的风格水平 还是免不了被观众评价一番 以《唐人街探案》这个IP打天下的陈思诚导演 在UFO单元里 没有放过捎带上展现一下唐探的私活 比如王宝强刘浩然 在电影里扮演的角色分别是老唐和小秦 他俩在《唐人街探案》里的角色分别就是唐人和秦峰 就连刘浩然自己也说很跳戏 我们两个从机场里面走出来 很跳戏 唐探里面比较聪明 为了不让大家串戏 对吧 这次就傻白甜一点 颜飞和彭大摩是开心麻花出来的编剧导演 曾经获得高口碑高票房的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 就是他们的作品 搭档班底依旧是沈腾玛丽 个人风格浓郁 不过电影放映之后呢 很多观众直输己见 有的说 最好的作品就是徐珍的这部分 最后一刻 也有网友评价 徐珍最佳 开心麻花的颜飞和彭大摩第二 零号第三 而邓超 于白梅和陈思成就并列靠后了 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第四 影片中有很多网红元素 首先 UFO单元中黄渤扮演的人物有原型 而这个原型就是网络红人手工梗 手工梗本名梗帅 在网络上 以专门发明没有用的东西而走红 被网友们称为发明界的泥石流 他的重要发明有脑瓜崩 加特林机枪 菜刀手机壳等等 就连他的亲妈都说 儿子发明的东西不是没有用 是一点用都没有 扮演手工梗的黄渤 还专门找手工梗做了交流 不过小编更相信 这是电影宣传和网络红人的互相借势炒作 此外 在影片有出演的还有一些从网络短剧走红的演员 比如辣木杨子 很多人都被辣木杨子的名字骗了 还以为是个日本综艺艺人呢 但其实杨子是个内蒙姑娘 本名李佳琪 对 就是带货的可红一哥李佳琪同名 看来叫李佳琪的都不简单呢 今年25岁的辣木杨子 毕业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2016年 他开始制作网络短视频节目走红 后来有了自己的专属喜剧节目 生活对我下手了 网络明星流量大 也是如今电影都不想错过的元素 第五 彭于畅和黄渤又一次演同一个人 在天上掉下个UFO中 扮演少年黄大宝的就是彭于畅 而长大之后的黄大宝就是黄渤了 这两位也在陈可欣导演的女排电影《夺冠》里 扮演同一个人物 陈忠和教练的青年时期和中年期 再次盖章认证这两个演员的缘分 想说一下小峰峰现在的心理音乐 到底会有多大 想起这首歌了 太难了 我这首歌的音乐 希望小峰峰也能够做网络的 带你这个有个影台的面 对 第六 曾经的TFBOYS的王源 如今已经叫青年演员王源了 他在《回乡之路》这个单元中的演技和认真程度 都得到了导演邓超和于白梅的高度评价 被他惊艳到 就像你刚刚说的 包括他自己 他自己在开机前 主动要求说 能不能安排方言老师 然后还有就是 我要去看那些当地的老师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方言是 这位老师比较像一点 然后身材这位老师像一点 然后他们 可能要找两到三位这样的老师 他要去模拟要去看 然后还有就是去当地去晒 晒自己的皮肤 他觉得自己不够黑 他在黄河边 他在黄河边钓鱼 然后因为黄河边的一个晒 咱们的这个晒是非常严重 十万线 他在那晒了好几天 我非常非常后悔 因为就是肤色这个事情 就是你可以不过化妆去改变的 但是我去晒了之后 我脸上开始掉皮 受装黄虫抹布报 警警填在行罗 作为从小被国民看着长大的明星 王源的进步也让大家感到十分欣慰 而另一个TFBOYS的成员 王俊凯 则在另一个单元 最后一刻中也有客串演出 而这个单元的导演徐珍 还安排自己11岁的女儿 徐小宝和王俊凯大戏 直接追星追到电影里 第七 既然是讲东西南北中家乡的故事 方言肯定是少不了的 很多主演都有用方言演出的需要 你 你不知道 法北话 太难了 太难了 南方人我家系南昌人 所以我这时候只有拉着吴京 我俩就每天苦练 没想到我们还是被王源老师给秒杀了 醒醒铁在行罗罗 他是好像唯一没有进后期录音棚的 他全部采用前期的现场的原声 在电影的宣传活动上 演员们也被Q用家乡话跟观众打招呼 他人还是平话 他人平话就这样 我们很多家乡的可动话就是这样 最標準的家乡话就是这样